我想在你的摊位上吃个杂串自助 老板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自助 就是你开个价 你这上的杂串 荤的素的 贵的便宜的 都随便我吃 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那要看你吃荤的吃的怎么样 我只能说我不挑食 看心情我都吃 都吃 你一个人 88块钱 你自己挑 88块钱 就是把你这摊位上东西都吃光了 也是这个数 那你吃不完那么多 那咱们既然做这个挑战的 肯定是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我告诉你 反正老板你确定吧 88块钱一口价 88块钱 兄弟们又吃到自助餐了 88块钱包下一个炸蒜摊位 老板咱们说好了 不许反悔 好的那我开始了 咱们来研究一下吃啥 老板你这里最贵的是什么 最贵的就是小肉串 还有这个鱿鱼 还有牛啊是吧 那这样 咱们牛蛙来两个20 秋刀鱼来两个40 大鱿鱼来三串 这样70了 然后这个鸭肠来一把 肉串来一把 老板这里90块钱 咱们先回个本 你这就是出了回本来的 我不是为了回本 我是为了赚它的 全都吃分的 一点素的都不吃 最近几天油水少 分数搭配应该是好一点 老板建议我多吃点素 这边老板帮我们炸 老板娘帮咱们撒料 这看着非常有食欲 对了老板娘 你们俩商量好了 88块钱吃自助餐 我都亏得要死 财问我 你俩得商量好 不要回头吵架 说好了没办法了 那咱们就不客气了 我感觉今天又是轻松拿捏 就是有点辣了 我最不能吃辣的 老板 等一下我的东西 都不要放辣了 好嘞 90块钱干完了 继续盘 老板 咱们刚刚点的90块钱已经吃完了 已经吃完了 吃完了 哦 算了可以 要不要先喝点水 喝水不用了 我吃东西不喝水 那 那什么 啊 这乱馒头呗 馒头啊 我不爱吃馒头 年糕 我最不爱吃的两个被你说出来了 那行吧 那还是你自己自己选吧 那我自己挑了 你自己挑吧 好的好的 这怎么搞 咱们现在不好意思 再去挑那些荤的了 那咱们就就来素菜吧 多拿一点 来一个白菜 来一个金针菇 再来个青菜 我觉得已经够多了 咱们再来一点点荤菜啊 这个羊肉串啊 我最喜欢吃了啊 呃 就来这么多吧 我也不数了 这个是牛肉串啊 咱们咱们随便来一点吧 就这么多 少拿一点 咱们主要吃素 鸡翅来两串 大理鸡肉来两串 哦 对了对了 还有我最爱的 这这五花肉啊 就来这么多吧 行了 这个素菜也点了 吃点素嘛 荤素搭配 那素菜挺多了 今天是失策了 我已经闻到小羊的香围了 先说好 你这个一定要吃完啊 不能浪费啊 老板你放心 吃完就行 吃完不浪费就行 这相当于现在老板 老板娘 你们都是给我义务劳动啊 对 有点难为情的 上了这个陪传怎么办啊 下不来了 又来了啊 这个荤素搭配的啊 老板咱们这一份是多少钱来着 这一份是92块钱 92块钱是吧 哎呀不好意思啊 那我不客气了啊 吃完吃完 好的一定吃完 我开始了啊 我觉得我今天的战斗力啊 异常的强 咱们要的第二份啊 这个荤素搭配的 一转眼 只剩下这么多了 继续炫 咱们那个刚点了一份又吃完了 全吃完了 你看一下吃完了 吃完了继续呗 我是说要继续可以吧 行继续吧继续吧 我现在确认一下 我再吃你最后还是说我88对吧 对 说好了 说好了 那我继续选了啊 看来老板已经亏麻了 已经无所谓了 那那咱们就就敞开了吃啊 老板这么多来吧 行 你真的要炸吗 那你能吃得下我就要炸呀 你确定要炸吗 说好了怎么弄呢 确定要炸是吧 老板炸吧 哎算了算了老板 咱们就到这吧 吃饱了 吃饱了吃饱了吃满意了 那我就直接付你88了 行行 这个咱们说好的价格嘛 好嘞 哎呀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有点小亏啊 好看一下啊 咱们还是按照那个原价付啊 这个吃多少付多少 哎呦 这个算好 不是 咱们拍视频只是为了娱乐一下嘛 谢谢 对吧 这个不可能真的让你亏 今天在你这里吃的非常愉快 呃 我以后会常来的 好好好 那我走了啊 好好好 再见啊 好好好 好好好